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 今天我们要把我们的节目的年龄层稍微扩大一点 我们谈的是在任何文化下面 可能都一直是一个持续不断被讨论的议题 婆媳相处真的那么难吗 一如 几点了 你是不是应该要来做早餐了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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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骨质经营婆媳问题一直是男女婚姻中最头痛的问题 婆媳两个女人的战争往往衍生出婚姻的问题导致离婚 根据自编网站统计 因婆媳问题离婚的因素高居第一名 而部分媳妇未求婚姻的延续 也要求先生搬出去不要与公婆住 我觉得你妈好烦 管中管西的你可不可以搬出去住 婆媳问题总让身为老公的被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到底爸妈该不该与儿媳同住呢 愿对媳妇想搬出去 身为爸妈的您 该如何和小孩沟通呢 老婆不想跟爸妈住 先生无奈超无助 今天就来说清楚 当然我们把一切家庭的问题 都归咎于婆媳相处 恐怕也不尽公平 但的确婆媳相处 是一个人生的不容易好处理问题 那今天我们现场 我们有公公婆婆在现场 也有我们的媳妇 以及跟他们的先生在现场 还有一些准公婆也在现场 基本上我们可以说是有点壁垒分明 我们去看看双方的意见 应该是这样的 请问您认为结婚之后 婆媳一定要同住的 您认为这是一个道理 而且认为就应该这样去做的 请答是 结婚之后 婆媳应该住在一起的 当然如果你对婆媳相处住在一起 您觉得不好的 那您就打擦 我们四十位的长辈选择 这是婆媳住在一块 似乎是顺理成章 但是我们看看我们的晚辈 似乎是近而远之 我们先问一下我们的晚辈好了 六号 六号先生 您是已经结婚了吧 对 您是觉得应该住在婆媳一起 不过在您这一块区域是少数中的少数 您为什么觉得婆媳还有住在一起的道理 基本上是因为我的家长年纪已经大了 那我会挂心他们的身体健康 那我会希望跟他们同住 那能够给他们照应这样 好 照顾理 我们看这边的我们的长辈 十四号跟十五号 所以你觉得要不要婆媳住在一起 要 为什么要住在一起 他也很孝顺 孝顺 婆媳住在一起是一种孝顺的表现 端哥 不好意思 妈妈 你不是说因为不方便 所以不需要住在一起吗 可是没有住在一起 也会很孝顺你 对不对 对啊 但是我需要住在一起比较好 可是你会不会觉得很多生活习惯 会看不惯媳妇 就是 譬如说你媳妇像我这种工作 可能就会睡得很晚啊 然后就会爬不起来啊 没有起来准备早餐 你会想起吗 会啊 啊 你就没有体谅我啦 两个人间的斗争到底要花多长时间 才能够达到公司呢 哎哟 你要出去的嘛 哇 谢谢咧 她出去 她就不高兴 她说 哎啦 可是她心里很气 说 这个婆婆管我那么多 我回来才洗 就不行嘛 不是 为什么婆婆就看到了她 她为什么不洗会叫我洗 我觉得媳妇不是女儿 所以婆婆看媳妇都是不顺眼的 你会不会觉得很多生活习惯 会看不惯媳妇 就是 譬如说你媳妇像我这种工作 可能就会睡得很晚啊 然后就会爬不起来啊 没有起来准备早餐 你会想起吗 会啊 你就没有体谅我啦 对啊 但是我还是会一点点生气啦 但是我不敢 对啊 一点点生气 一点点 一支累积 就会变很多多问题啊 对对对 所以分开住其实是比较好的 所以大家不是常常听到一句话说 保持距离以侧安全 丹哥你说对不对 我不知道 你年轻是这个 但是我们是缩绕绕的时间啊 我已经过了安全了 十五号妈妈你呢 我比较传统化 因为我是觉得媳妇跟我们住在一起的话 可以说是大家互相照顾 而且呢 人家看起来说 你媳妇跟你们住在一起 人家外人看来很羡慕 我们每个一家很和乐啊 这样子啊 那我是不赞成住在一起 但是要看你 你是不是需要有那个现实生活 就是说我们年纪大了 儿子他不要分开住 他要跟我们住 那你就要面对这个事实 住在一起 互相照顾 我反对是因为我觉得 个人有个人的生活空间 想法观念都不一样 给年轻人好像他可以有成长的那个 房间 怎么样适应生活 还有怎么样为人父母 十一号呢 妈妈呢 因为小时候都没妈妈 所以 不晓得 跟婆婆的关系 所以我结婚的时候 第一个要求就是 没有婆婆 因为我不会孝学 现在有媳妇啦 我也不要求她一起住 可是 她喜欢跟我们住 好 我们看看目前小孩有住在一起的 二十三号的 因为我是觉得说 跟公婆住在一起啊 毕竟人嘛 会生老病死嘛 然后就是有一些照应啊 然后再来就是说 小孩子的教育啊 然后也有人帮你照顾 这样子 十一号呢 因为是我先生很孝顺 然后她非常想 要跟婆婆 就是我婆婆住在一起 可以照顾她 对 因为我婆婆就是 还蛮早就先生 就是我公公就去世了嘛 所以她希望就是 能够留在家里面照顾她 其实 我的意见是想要搬出去住 因为我觉得搬出去住 可以让关系更融洽 对 十号呢 我没有跟我老公 吵过这样的问题啊 但是她是很孝顺的人 然后她是说 老人家活了你多久 所以该孝顺的时间也不多 但是有时候会很不方便 就像穿着都很不方便 有时候要下去晒个衣服 就要套个外套 就会很不方便 我觉得我比较喜欢干净 但是我婆婆她不认识智 然后她也不会整理 所以说常常 我每天都要整理一样的东西 所以我有跟我 我不好意思跟她说 因为她是长辈 所以我就拜托我老公跟她说 但是我没有要求说 你一定要干净到什么程度 可是她常常都会找不到东西 我觉得跟公婆坐在一起很快乐啊 像是一些喝喝喜酒或出去玩 总是有人可以帮你照顾小孩子啊 那样子啊 因为你如果说小孩子起来啊 找不到人家 或者说找不到父母亲啊 然后就会哭闹影响到邻居啊 那邻居就会报警啊 那你管区会来啊 就会被告啊 所以我觉得跟公婆住 这是唯一 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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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要讲话了 像我公公身体不太好 她常常会喊头痛 可是她有一个很坏的习惯就是 她洗完头 她用电风扇吹干耶 就变成我好像老人家伙 我看她这样 我就会很难过 说爸你不能这样 你这样不怪你的头疼 可是她就是讲不听 可是她不舒服 她又拿捧衣 爸你又头疼 对啊 今天吃到两包的脑心 就是 你就看了又心疼她 可是为什么 我会有一个很大的感触 就是说 那个久病床前无孝子 她每天这样挨 挨到后来 我都会觉得哪一句是真啊 我不知道 然后就是有一回 我公公买了一个火腿回来 因为我公公就是那种 大男人主义 就是 欸 其实我饭菜都弄好咯 为什么她不吃饭 因为我没有添饭 可是呢 她就是 那个火腿 有一次我就是把它全部切片 我想说早上起来 如果我玩起来 她可以吃个吐司夹 那个火腿 结果呢 我把它全部切完 我老公回来就说 你白痴啊 你把那火腿全部切片 不就一下子就坏掉了 那因为这个事件 然后让我们大吵了一家 我也很悶啦 因为我觉得 我是想孝顺地 表示我的心意 就说我把它做好 可是没想到我反而做错 我们问一下我们的六号 六号妈妈 你在跟你的媳妇相处 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因为她喔 把那个 家里的事情都放在后面 她都先去看电视啦 她是摸当摸死啦 有时候都带孩子出来 运动一动去走走啦 她的丸都不用洗 都放着塌塌 一起采洗 我一起看 我不习惯 我练她都说 哎呦你要出去你嘛 哇 谢谢你才出去 她就不高兴 她说哎啦 可是她心里很气 这个婆婆管我那么多 我回来才洗 就不行吗 她的意思不敢讲 可是她心里是这样子想 所以我看到 接受都很不高兴的 所以我看她这一点 我就不高兴 所以婆婆和媳妇 都是不顺眼的 对啊 都这样子就 我跟她讲 她不会跟我顶嘴 可是她的心里都表现在脸上 我都看出来了 不是 妈妈不是 对对对 曾经我婆婆这样跟我老公讲说 叫我去洗 但是我觉得就是谁看 就是大家都是一家人嘛 谁看到就是谁洗嘛 那我看到也会我洗 虽然不是我吃的 但是但是就是我觉得 为什么婆婆就看到了她 为什么不洗 会叫我洗 我觉得媳妇不是女儿的意思 我跟你讲 这个是住在一起 帮你洗没关系 可是我们不住在一起 她住在前面那一栋 我住在后面那一栋 可是我过去看到的 这样子 我们自己吃 我们自己吃 他们自己吃 他们自己吃 对 这边的 二十一二十二二三号 我说二十三号开始以后 真的婆媳就是看不顺眼 婆婆看我就不顺眼 这句话真的是 真的是对吗 真有这种经验吗 二十三号 我觉得会有欸 她会觉得说女人就是 比较像传统的 那种妇女一样嘛 就是先生下班 之后你要那种放热水找啊 这一类的啊 传统的问题 然后拿拖鞋什么的 可是我觉得我的个性 我是从事做业务的 我没有办法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啊 自己拿拖鞋 还要放她拿拖鞋 对啊 我觉得说 你有手有脚的 你男生你可以自己去放热水啊 你可以自己去干嘛 为什么一定要女人 因为我觉得说 身为女人不是说 一出生就是来服事男人的啊 因为现在很多女生 怎么讲 自己有工作能力的也很多啊 旁边二十二号 是不是媳妇看婆婆也不顺眼 我是还好啦 不过我觉得就是说 有一些生活的小动作 我婆婆会比较不相信媳妇 像我前一阵子就是手受伤 手腕不舒服 那其实吃完饭我都会去洗碗 那在洗碗的时候 我老公就来跟我讲说 你手腕受伤 所以就不要洗了 那我婆婆有听到 那她就是在我回房间 她自己就跑来房间来 就问说 你是手哪里受伤啊 怎么不舒服啊 怎么连洗碗都不能洗 对 但是并不是我不洗 而是先生叫我不要洗的 所以我会觉得 像这种生活习惯啊 或者是婆婆的一两句话 就是让媳妇会觉得不太舒服 二十一号呢 刚结婚的时候只有我 我公公婆婆 还有小姑小叔 那我跟我先生 我算是家里唯一一个外人 所以什么事情就应该理所当然我 我做 那当然我也会很不平衡 那有时候会跟先生 可能认一下 那如果我先生 我只要跟我先生 有任何的争吵 我婆婆一定会跳出来 为我先生 那不管是谁对谁 我先生永远都是对的 他家永远都是对的 而且我婆婆还告诉我 他们家的小孩子 不可以给人家念 不可以给人家骂 只有他自己可以骂 可以念 除了我公公也不行 我先生只要有钱拿回来 即使他在外面有女人 我也不能肯审 所以我觉得他 对我非常不顺眼 这就比较严重了 我想请教我们这边 已经做婆婆的人 我们的吴敏女士也是 吴来马 这个 究竟婆婆跟其... 鸟来 鸟来 鸟来吗 这个...我...我... 挡嘴 这个... 我也是这样叫她 但是也证明你的戏多红 也帮我们台湾人 把鸟跟乌子... 就永远不会念错了 作为一个婆婆 经常听到婆媳问题 对 你觉得婆婆的责任有多大 你自己的 是怎么来调整这个关系 其实是这样 因为我一直以来也是一个职业妇女嘛 都在外面吃饭 这点我是很当情 在外面 在跟公公搭去家的女人 所以我的媳妇 基本上... 我是把她当作拿自己的女孩 说一句 不让你们笑的话 像我媳妇回来 她出去了一天 回来很累 有时候家里真的很乱 那... 我也是一个很爱干净的人 但是我... 这十多年来身体不好 我没有办法 我一次自己想说 自己拼一下去瞎到 去花一两千块也不好 我现在想通了 也不要 我也不要拼 我请人来拼 这样我们如果不敢黏 那我们自己也要去瞎到 所以大家都很愉快 那... 那如果说回来 回来 啊... 啊... 不用煮... 来... 今天妈妈带你来去吃饭 这样也很开心 就是尽量啦 其实我是觉得说 有些事情 也不要很刻意的去强求 有的时候很随性 有时候我回去 妈 你吃了没 还美咧 其实有时候吃饱 也要跟她讲还美咧 妈 我来煮碗面 也很好咧 也要把它推下去咧 其实... 对 就是这样啦 所以你说我现在夾得比较大 如果回来媳妇跟她说 你吃不到 吃饭也要跟她说 还美咧 不然你老板都输了 我来说 对吧 对 对 所以郑米来讲 这个婆婆反而懂得人生的道理 有时候让婆媳关系处理得很好 对 因为我很爱我的孩子 嗯... 对不对 好 那如果自己 我们婆媳相处得好 儿子就不会有 为这两个女人伤脑筋嘛 因为我婆婆她是 一直滴一直滴 那个东西应该是放在水槽 但是我已经讲了 恩变了 她还是这样子 那后来我就 我干脆不管 就让她一直滴一直滴 因为我觉得沟通也没有用 因为我 我怕我婆婆她听不懂 我在想应该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又不能说 太直接去跟她讲她会受伤 所以我就很婉转地跟她讲 即使她听不懂 我就言不见为敬 就是这样 所以这样变成大家一起 我已经沟通过了 来摆烂 这样有点像大家一起来摆烂 对 老老老老师的意见呢 这个沟通究竟是 应该是怎么样去沟通 很大的学问 我觉得 最重要是要去除自己那块私心 所以我很想在我 发表我的意见之前 问一下在座的各位观众 那个在座的婆婆们 你真的把你的媳妇 疼入心 改动作是大家的女孩 请举手 请放下 我好希望她们的媳妇在现场 我好希望 那在座呢 你觉得你可以真的把你的婆婆 当作你自己妈妈的 请举手 你看有一些不一样 我不晓得 这个要做那个测谎器 真的 我一直觉得说 我们人比较私心比较重 像我们自己也是一样 我们唯一住在一起 是我在美国念博士的时候 他们过来玩 January把你拌到December 这样听不 年头拌到年尾 两个老人家非常爱钓鱼 然后就去钓 钓回来那个鱼 我们那个爱荷华 Iowa River 鱼之多的 钓得最少十几尾 钓得最多七八十尾 他们钓回来就摆 那他们的兴趣 有没有 一大早四五点就去 那我们在做媳妇 就知道了 我忙了一天下来 五六点 我要去去榆林 葡渡 有没有 放来都拿出来 那一阵子 我的朋友美国朋友 他们什么时候知道 我们台湾有家人 诶 有什么 你闻起来 like a fish woman 这样就知道了 有时候轻到一两点 有轻到凌晨三四点 四五点 有的 所以我是觉得说 也许有距离 距离增加美感 但是那个心 没有消失过 邱医生 我刚才其实听到很多 公婆讲说 这个媳妇可能心里面不痛快 可是她没有直接跟她冲突 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 其实是因为这个媳妇还爱你们的孩子 还爱你们的儿子 那我相信每个妈妈也是都爱儿子的 所以你们就有一个共通点 所以我觉得基于这个共通点之下 大家思考一下 媳妇要怎么当 媳妇这个字 其实我们中国是很有学问 对不对 女 自 心 就是你要从女人的角度 由自己的内心去出发 想想婆婆的立场是怎么样 有一天如果你当婆婆 你会怎么做 会不会做得比你现在的婆婆更好 我觉得这样 这个存异求同 大家为了共同爱这个男人的角度 当然不是说我为男人说话 就是大概从这个女人的角度去 设想对方的处境 我觉得会相处得更好 我先跟两位调查一下 你两位专家的话 请问你认为婆媳住在一块 究竟是利多于弊 还是弊多于利 柔老师 我肯定觉得是弊多于利 你看是百分比多少 好 邱医师你呢 我觉得也跟老老师一样 弊多于利 好 我们就现场所有的来宾 跟我们回答这个问题 请问赞成两位专家的 也就是婆媳相处 公婆住在一起 是弊多于利 也就是说坏处 比较多的 请答圈 婆媳住在一起 坏处比较多的 也就是弊多于利的 请力答圈 几乎我们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的 我们的现场的 年轻下一位的 都是认为是弊多于利 爸妈这边似乎好像 不太面对现实 反正是有人会见 我请鸟男妈告诉我们 你也是认为是弊多于利 刚刚听你讲的 好像婆婆做得很好 怎么还是弊多于利呢 不是 因为呢 像我这样子 看得开想得通的不太多 不能以我做一个标准 说实在 因为现在的社会 跟以前不一样 我是可以囤论的 有的人不可以囤论 好像是有心佛 好像孤独 不是 不是孤独 因为 像你讲的 有时候 我们 我会替人想 对 有时候我回去 像我孩子很友好 我房间就买一台电视 所以我都不用去客厅 对 这样很好 我们自己一间房间 滾起来 做什么都没关系 对吧 有时候 像年轻人要等客厅 做一个设计 或是要做什么 我们老的房子 是很厉害 对 所以我们自己 要在家 在做 这样就好了 所以 虽然如此 你还是一个非常体谅人的 婆婆 我是这样子的人 所以呢 应该 像我这样的人 应该也不多了 还很多 还很多 我们旁边看你的 六号 七号 八号 我都问一下你们 我媳妇 每月 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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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都带孩子去玩 都 都 我跟她说 我跟她说 我媳妇这样 就不欢喜了 是你们带她去玩 我媳妇带她去玩 我媳妇带她去玩 她先带她去玩 去玩 回来的孩子就累了 功夫不赦 要打磕睡 要睡了 阿嬷才的老师就 就看 孩子 休两天 怎麼功夫都没写 功夫就一直 退步 我们跟她说两句 就不高兴了 是 我也不敢 打报告 给我儿子讲 怕她们两个吵架 怕她们两个吵架 为了教育问题 阿嬷大吐苦水 在媳妇背后抱怨连天 Oh no 功夫一直退步 我们跟她说两句 就不高兴了 是 我也不敢 打报告 给我儿子讲 怕她们两个吵架 对不对 忍下来 所以我看不习惯了 我们夫妇就看不习惯了 我媳妇是很乖 两个媳妇都很乖 我有时候看不惯就是 她打我那个孙女 我是很心里很不舒服 只有 两个儿子只有一个孙女嘛 现在是高二了 可是小时候 我看她打她我心很疼 我就想 你怎么打她 后来我想要想 还是住这么久 我们也从来没吵过 但是我也想说 我们还是搬出去住 因为她 她打她女儿 我没有看见啊 我也不会心疼啊 我一心疼 我一讲话一定要摩擦 我说说 好啦 比如说她们两个好就好 有时候我媳妇跟儿子吵架 媳妇跟我告状 说你儿子 我去骂我儿子给她听 她听你师父 她心里就舒服 你没有喂你儿子 你是喂我 我说当然啦 我没有女儿 我就喜欢疼媳妇 我说媳妇 你到我家里 是比你在你家里还差 都我儿子坏 以后你不要煮饭给他吃 可是她还是煮给他吃啊 这个时候我就心里想说 你嘴巴 说你老公不好 但是你还是喜欢他 你还是 心里还是有他在啊 你看他没饭吃 你还是要煮啊 那这样我们就放心啊 我是这样认为 你问一下我们这边 大部分都是持反对意见的 我们的王 还是王先生 王太太开始吧 我先说王先生 你跟你太太都是认为 必多一力 是你自己的经验吗 先生 也算是啦 这个换洗衣服的时候 就是说洗澡啦 洗完澡出来之后 所穿衣服想要清便一点 或者说我们在客厅里面 想要再做另外一个 比较亲密的动作 也会有所影响 所以这个 客厅就要做了嘛 叫亲密的动作 你要讲清楚 就是可能会爱得抱抱什么这样 或是摸来摸去讲 直接可以直接讲 没有做那件事啦 反正基本上你就是 生活上你的经验 我希望有各自有各自的空间 你们俩后来现在搬出去住了嘛 对 谁的主意 一起吧 谁先提出来的 没有没有 不可能同时提出来吧 谁先提出来的 就好像时间到了 就会提了啊 你先提了 没有没有 是老婆的那个先讲 是我吗 是我吗 请看VCR 是我吗 是不是经常最后做儿子的 也就是做丈夫的很为难 假在两位女性的中间 会 的确会 我看你非常同意的脸孔 同意的表情 这也是逼到 不是 对 因为问题很多 比如说我公公有时候 又不把话讲明 他会去跟我姐姐讲 就是我老公的姐姐 那他又是独子 那最好笑的是 明明他不对 所有的人都让他 连姐姐 连公公 他就是这样 你就是这样子 对你 你跟他讲嘛 你跟他讲对不起就没事了 都这样 每次都是要我出面 这样子 就是我要先道歉就对了 嗯 主持人我补充一下 像刚才这个 依林跟他先生讲的这个案例 我真的 的确碰到过一个实际案例 那假如说我是先生 刘老师 你当我太太 那有一天我们 那有一天我们 我们有一天在这个客厅吃饭嘛 吃完饭一起坐下来看电视 那这时候婆婆呢 婆婆就坐在我们两个中间 故意的 还切了一盘水果 而且只拿了一份刀叉 给他的儿子吃 就叉给他儿子吃 你吃吃看 这个芭拉好甜 那这个太太当然就不高兴了 可是这时候 当先生有没有智慧 就很重要了 这时候当先生呢 就右手绕过他的妈妈 这样去拍一下他老婆 安抚一下他老婆 少玩舞照 少玩舞照 对 然后呢 过了一下子之后呢 他们两个夫妻就回到房里面 这个老婆就说 还好你刚才有这样拍我一下 要不然我真的要俩拱起来了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 先生好EQ要高一点 要做一个有智慧的儿子跟丈夫 这个很重要 好我们看刚刚这位先生 往太太之后 我们这边现在还有一对夫妻 是一号跟二号 你们两位对于结婚利多于弊的 意见不太一致 先生是认为 还是好处多一点是不是 没有 我觉得坏处 比较多一点 奇怪你按的灯号 是认为是 并不是弊 你现在反悔了吗 我反悔了 你很容易在五分钟之内 就反悔事情吗 没有 因为刚刚 贴了这么多人在讲 以后我就觉得 回想到自己的过程 必多于力 你跟 跟我太太 我知道 我也说是你婆婆 那她就会生气了 当然 请问你们跟你的爸妈住在一起的经验时间是多长 六七年 六七年 那我们刚搬出来大概三个月 三个月而已吧 好 这段时间我问一下太太 这事件 对你来讲是快乐还是非常不快乐 超快乐吧 这三个月超快乐 超快乐 其实当初因为我们结婚之后生小孩 那四年之间 因为我们都是 我也是职业妇女 我在医院工作 所以这是婆婆帮我带小孩 就是让我方便非常多 因为你也知道现在的保姆 我们大家都不放心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 就如如刚刚讲 至少在经济上 也帮助你省了很多 对对 是省了很多 那我也是很谢谢 可是其实我觉得 因为我们真的生活习惯真的不一样 就是例如说我打小孩 他会跟别人说 我打小孩给他们看 那我是觉得这不是这样子 因为小孩毕竟要跟我们一辈子 这些话怎么会传到你的耳朵里 因为我们的亲友团更多 而且我们所有要爸妈 要跟我们讲的话 都是经由亲友团 然后会一个接一个 然后有了大姑二姑小姑 然后大姑 然后再传到我们的电台 对变成说 很多事情 可能你想要跟自己 可能自己父母要准备沟通的时候 可能就已经有很多的意见 跟建议掺杂在旁边 太多的观察团在旁边 对 所以你就已经觉得 那你们就找到这么多意见 那我干脆不表达 所以我有一阵子是 比较冷漠一对 没有我是觉得 不只是亲友团 更恐怖的是左右邻居 对 我现在觉得三号座 你座应该蛮奇怪的 对 我想问一下 我们现在刚刚谈到问题 你的问题 已经出现两个了 一个是所谓成长的观念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 手足太多了 你的亲戚太多 但我们现在谈的问题就是 丈夫在婆媳中究竟角色 你觉得你扮演的角色扮演得好吗 我觉得我扮演得蛮烂的 烂在哪里 因为就是他告诉你以后 事情还是没有解决 他就会觉得 好像是他不听她的话 那有一阵子我觉得 嗯 没办法就是比较冷漠一对 因为 我觉得没有办法沟通啦 真的很难沟通 你没有觉得我们刚刚邱医师的那个做法 你有你有在中间扮演过调和 或者桥梁的角色吗 还是完全是 我没有水果吃 所以没办法做这个动作 你的先生也扮演过积极性的角色吗 帮助你们解决问题吗 没有 他是鸵鸟 他就躲起来 他让我们直接去冲突 你的先生也是鸵鸟吗 对 对 其实男生都是 可是我觉得要冲突以后才知道 那个问题的癥结体在哪里 我们动物园的话题先不谈 至少今天有两只鸵鸟坐在这里 是 那我想问一下我们这边的 看到的两位先生 他们的为难 其实我想也是某种的无奈 请问你认为婆媳相处不融洽 先生要负相当大责任的 请答事 先生是不是要负起一个相当大的责任 哇 这么多 基本上都是认为 很奇怪哦 我们的王先生竟然是说 你没有责任 不是你最责任吗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逃避啊 鸵鸟就是这样 责任不全是这个先生的 我觉得做太太本身也要去考量说 这上面的一些问题 那我就问一下其他的 二十一号跟二十二号 你们觉得在你们经验里面 先生要负很多责任吗 我觉得我应该有能力 自己去处理我跟我婆婆之间的问题 那我认为说 其实像我自己就很清楚 很多在座 像就两个男生 就两只鸵鸟 就表示呢 基本上呢 男生是鸵鸟定律还蛮高的 所以我不会说 为了这事情 反而去要求我的先生说 你一定要去帮我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我认为说 如果你与其叫一只鸵鸟 去解决问题 不如我自己去就好了 我强调一下 鸵鸟是可爱的 对动物没有意见 对那只是我会把责任 放在我自己身上 因为我认为说 不管我的先生 把我沟通的多好 其实真正的表现 还是在我的身上的 那我是比较主张说 不要住在一起 最多最多也是双方 责任各半 是是是 那我觉得说如果有事情 我就是沟通 那也许不会成功 但是没关系 反正我会成为顿逃的那一个 像婆婆不喜欢人家晚上出去 或是说早上要几点起床 因为他们老人家 可能六七点就起床 但是我并不知道 那可能我们睡到八点九点 婆婆就不高兴了 那不高兴婆婆也不 不会骂你 那还都会跟婆婆 都会跟先生讲 那先生也不会跟你讲 就当都没这种事 等到婆婆有一天很生气的跟你讲 你还不晓为什么 先生也是爱护你吗 怕得罪你 我不晓得她是怕得罪我 还是不得罪她妈妈 那结果两个都得罪了 结果反正结果就是 结果打扮也是我 她不想伤了她的心 因为婆婆不会骂先生 她还是会骂我 二号你讲一下 真的是说 先生不想伤了太太的心 对啊 因为有时候妈妈会讲的 稍微 稍微 难听一点 稍微 我有讲稍微 因为她可能会希望说 就像有些 那个妈妈她们觉得说 比较传统 所以她们会用她们自己的观念 来把它套在 到现在为止妈妈跟你讲 关于你先生这边 另外一半的话 你都有忠实转达给她 还是保留了很多 到现在为止 绝对没有 你看我们还是有婚姻的关系 但就知道我没有 全部告诉她 好 那我就不要求你公布了 二十二号 我也是觉得先生在中间 要做一个很好的沟通 桥梁 我们这边还有一对夫妻 对 十六号跟十七号 你们两位也是夫妻吧 好 十七号的先生 你的意见 我们家真的都没有这么问题 结果二十几年 我觉得我们家真的 从来没有这个婆媳问题 我真的蛮幸运的 那你觉得你自己扮演的 很好的角色吗 不是说我做得很好 但是我觉得 我们本来就应该这样做 就是应该这样做 就是很合理 就是没什么解释 那我问我现场的三位先生 我问你们共同的问题好了 在婚姻的这种家庭相处 问题碰到的时候 究竟太太站在第一位 还是你的妈妈要放第一位 你先开始吗 你先开始吗 就人家讲的什么问题 如果立学的时候 要救妈妈还是要救太太 我没有问这个 我只问你 谁放第一位 我没有要求你去放弃谁 我说谁放第一位而已 这个真的是 无法去解答 好 我们见 王妮兰呢 我觉得她是太太会有传统 你不要这样子 我的脸可以打马赛克吗 来不及了 我觉得太太 太太第一位 对 因为我为什么会觉得她是鸵鸟 就是 因为她本身 她个性也急也冲 我叫她好好去跟她爸爸沟通的时候 她讲没两句就吵架 变成好像 我实在是人叫她去跟我们 你不能叫那个儿子去跟爸妈沟通 要你来去沟通 因为你才是主角 今天讲的是婆媳嘛 所以你才是主角 主持人我可以加一句话 我觉得真正的沟通是那个 全面式的 不要轮轴 我从刚开始都好想讲 因为我们最怕透过谁去跟谁讲 这个叫轮轴式 一个带动一个 这样不好 我觉得真正最好的沟通 是你可以把 先想到对方的立场是什么 想办法把障碍拿掉 我从谈恋爱的时候 去公婆家 那时候才谈恋爱 我就问说 我应该给你爸爸妈妈带什么礼物 换手都要 那我先生就说 你去问我爸妈 我也真的敢问 我公公就说 他喜欢什么 我都带福乐冰淇淋加咖啡 因为他很喜欢 我婆婆大家说 好啦 没差啦 随便啦 这样很差用 所以我当年年轻的时候 送过他一个绒布的包包 到现在他都没有用过 其实我一直在想说 好像我们女生自己表达也不明确 我们也比较不知道自己的立场 可是我觉得不要再把这个责任加在先生身上 我觉得先生很可怜 先懂得观察 有没有 从相处 冲突没有不好 有冲突还不错 你就知道谁在意什么 您旁边那位先生急了 来 给他 老老师我觉得 我们男生既然要结婚的话 我们就已经心里面有心理准备 我们就是要当三明治 真的 当三明治没关系 但是千万不能当披萨 什么 就是遇到婆媳冲突的时候 批评装傻 这个叫披萨 哦 对 那有担当 这样算有担当 要结婚 最近我也跟我的妈妈 就是有一个深谈 我就说 妈 我好像 我觉得我做这个三明治 没有做得很好 好像做的中间人 调节没有很好 我就跟他承认说 我哪些地方做不好 然后我太太 可能也有一些地方做不好 你知道吗 我妈妈高兴的哭了 我妈妈说 哇 你今天讲这句话 比我中了九亿的乐透 我还高兴 因为代表我儿子 明是非 懂黑白 她说你做一个中间人 很困难 我知道很为难 可是你一定要有 是非黑白的观念 谁对就是谁对 谁错就是谁对 谁错就是谁错 不能说 今天是 妈妈比较大 或太太比较大 不能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男生就是要当三明治 要心甘情运地当 现场所有的来宾 请跟我回答这个问题 你认为夫妻间既然婆媳的问题 好像与生俱来就一直有 为了避免摩擦 你认为最好 有能力的话 成家之后搬出去住 你认为是的 请大家圈 儿女结婚之后 只要有能力地 尽可能地搬出去住 哇 这么高 这么高 那我们大家都搬出去 就算了 那老人家谁照顾啊 我想问一下现场的家长呢 其实说实在的 那如果说大家可以这样相距少 离别多也不错的 平安你讲 你如果说经济上许可的话 这样子做是大家多久 要去世路面 不要说一点点事情 在摩擦 也没有必要 大家真的 咕咕痕痕痕 像我儿子有时 像今年跨年 妈 我到台中跨年 我很开心 我开心了一个礼拜 对不对 那你说我常常也上台北来 他也是 那有的时候 我们根本就像朋友 像客人一样 也很好啊 家人都像客人 总是不要说 其实我曾经也跟我媳妇 有点摩擦 就像刚刚他讲的 小孩子的问题 真的像我 已经这么久了 我儿子那么大了 我有个小孙女 当然是有时候 像我们少年妈妈 骨骗 打死 我们在房间听得很不敢 你把他打死 我就出来了 不然你现在是什么 不然你把他打死 你把他打死 你看看 小辣骂 藤孙女 跟媳妇嗆 我有个小孙女 当然是有时候 像我们少年妈妈 再打死 我们在房间听得很不敢 你把他打死 我就出来了 不然你现在是什么 不然你把他打死 你看看 那孙女就更聰明 看着我们出去就快走 我们也知道 这样不对 人家在打死 人家在打死 我们手是要打死 所以变成我们三个 拍面照 要了我也很认识 我跟我们媳妇放室 我跟她 对啊 我跟她道歉 我说不好意思 有这个婆婆正好 妈妈 妈妈刚刚有比较冲动 懂得保持一点距离 对对 又是不要干涉太多管教 对对对 而且把媳妇当客人带 真好 我想后面的十三号妈妈 十三号妈妈 你的看法呢 经历上许可 应该是分开住 这样感情比较好 就像人家讲一句话 说 红红太阶红 索索就收到肉 比较轻 嘴到自己最好 就会加到 所以 不要住在一起 很好 感情 她回来 一个礼拜回来 看我们一次 一个也没关系 反正这样很轻 我是觉得 现在的年轻人 讲实在 他们现在都不喜欢 我们这个 现在都是 妈妈都懂得做 对啦 说我们要理解 他们现在是细心人类 对 在坐在你们两位 中间的十四号妈妈 你是选择 还是要住在一起吗 我是跟妈说 可是刚刚她们 举了很多例子 摩擦 压力 这个 管教的问题 对啊 我跟老板媳妇 没什么摩擦 但是 她就是 在我真友好 我就是说 她有遇到头 我刚才说过了 就是都摩擦出去了 所以我也希望 回来 和大家 抱抱抱抱 出会了 真的 我觉得 两个不同 这个价值观的人 生活在一起 那我觉得真是很痛苦 而且 就我们结婚以后 我觉得是 两个家庭 生活在一起 像我那时候有一阵子 我只要一回家 我就是回到 我的房间 那我从来 不会去客厅 然后就等于说 我就跟我老婆说 我们是住亚房 因为客厅 我不会去啊 然后阳台什么 我们都不会去 就是白天要上班 就走 然后有时候 比如说 比较晚回来 爸爸妈妈 可能就会 讲你什么的 问题是 我们真的是在工作 不是说去玩 那我觉得 就 还是有点距离 或是分开一点 你们现在分开出之后 你跟妈妈的感情怎么样 我超好 好 超好 旁边的王金郎呢 我觉得 男生还是要有一个 鸵鸟的心态 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父母讲的话 有时候讲了 真的 有时候听了 他转述 有时候转述的话 还是会有点变调 林儿说 是 然后就 就过了就算了 因为父母也会发牢骚 然后 老婆这边也会发牢骚 那就 我们就当个垃圾桶 这样子 来 就全部啊 是没有错 当鸵鸟是OK 可是我要强调一点 是说 我室友跟公婆先住过一阵子 我不是一开始就反对 一定要分开住 那我也有试着说 因为他是鸵鸟 所以我就要坚强一点 我就要去学习沟通这样子 像我婆婆就很喜欢去菜市场买菜 那个冰箱就塞的 所有的菜都塞进去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 你待会儿要退冰干嘛 是不是我们先把它分类好 你这样做菜就会快又干净 可是怎么跟他沟通 他就不愿意嘛 那不愿意就是我去打扫 我就把它分类 弄得很清楚 然后过期的就丢掉 完了 你这个土贼的媳妇 每行把我弄掉 那我就要过家 你把我弄弄掉 那还有一点就是 我公公 我就会觉得说 他为什么一直看我不顺眼 这样也不行 不足也不行怎么样 那我就想说 因为他太闲了 他现在就是退休在家里嘛 那我就鼓励他 你跟我爸爸去打牌 因为我爸很爱打牌 所以那边我排他 就约他去 叫他跟我爸他们玩 刚开始还不错 玩久了 回来开始了 你爸爸怎么样 你爸怎么那么爱打 书不怕耶 你妈妈煮的那个菜 说他煮的 明明那个就菜市场买得到 他说他煮的 那用我们家那个张妈妈 又怎么样 李太太 哇 我们全眷村的事情 他都可以回来讲 然后我就觉得 我感觉很假薄 我就抓一根糖 在打牌 本来只是希望说 他眼不见为净 不要看到我各种行为 他就不会念了 让他出去玩 他有他的目标 可是没想到 完了 我真的找错方向 他又整个又是 回来更多的 对 回来更多的问题 这样子 我觉得做先生也是很为难 但是在一个家庭当中 如果说先生 能出来调解一下婆媳之间 家庭会更和乐 你自己是什么样的媳妇 我是因为都是属于那种 冷气吞声的 那阿信 台湾阿信 对 阿信的 台湾阿信 所以说尽量不要去 封逆婆婆 那顺从婆婆的意识 那婆婆就会说 嗯 很乖 然后她就会去跟她儿子讲说 哎 不错嘛 你娶到这个老婆都很听话 嗯 难得 好 好好疼惜她 那我就听起来就觉得 反正做给老人家看嘛 那高兴的话 我们就 待在家里会比较幸福 所以你并没有搬出来 没有 还是一样忍耐 那到了 到了我婆婆生病 我还是照顾她 那她就会 出自内心就会觉得说 我很对不起这个媳妇啊 你看她做到她有罪恶感 对 然后就会跟你对不起 然后就会觉得说 以前对你都态度不好 你要原谅我 那我会觉得说 没关系啦 反正媳妇就是要这样子做嘛 嗯 其实像我们一般 跟一般人的相处 都会想到 譬如说包容 或者是体谅 可是我反而发现 就是因为 其实常常很多婆婆啊 跟媳妇都会讲一句说 我把你当女儿 我把你当妈妈 其实我常觉得 就是问题出在这里 因为我们对妈妈的要求 怎么会这么高 大部分人都会讲 我们对妈妈都是还蛮无腻的嘛 很多妈妈都是这样讲 对不对 所以就当我们反而是说 没有那个心情 我们只是把它当成 就是说 她就是一个老人家嘛 我们本来就是要照顾她 而且更重要的是 我们因为爱她儿子才结婚的 所以说 只要把这个心态先保好之后 其实很多问题就是先沟通 而且其实我平常在沟通问题的时候 是先问 比如说我也是职业妇女 我一定是睡得很晚 因为晚上要工作嘛 所以我一定先问说 不好意思 我明天一定会 晚一点起床 这样可以吗 婆婆说OK 那当然就是一定OK咯 对 我就用这个方式去沟通的 小浩 其实我先生她是比较疼我的 但是通常我婆婆念我的时候 她都会讲给她听 但是我老公转述给我的时候 她会讲优点 她不会讲我的缺点 那我婆婆她是比较没有念书 所以讲话也比较不会晚转 但是我们有 但是我们不要去带给先生一些麻烦 所以有时候小事 我就跟我婆婆私下处理 就跟她沟通 但是比较大的事情 我不好意思跟我婆婆讲 我就会 我就会透过我老公 所以我婆婆也是会 她从来不对媳妇大声 因为她以前传统的家庭 她就会常常被人家大声 所以她对媳妇很好 她从来不大声 但是她 我有什么问题 她都会透过老公跟我讲 所以我觉得她这一点还不错 但是我老公也做得不错 因为我从来没有跟她讲说 叫她做假心饼干 因为我就说 我回到房间 我就一直念一直念 但是我就会跟她讲说 你就听我念 念完我就没事了 所以我就是要发泄 就是这样的发泄 但是我婆婆还是对我很好 所以坐在这边 参加这个节目最大的好处 就是大家谈完之后 觉得每个人其实都很好 主持人我可不可以提供一个例子 我的祖母本来是跟我父母一起住的 那后来这个 我母亲过世了 那我爸爸就有新阿姨 那后来我这个祖母因为生病 八十几岁 这个跌倒生病了 那我这个新阿姨就是不肯 就是说 好像担起这个照顾的责任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的祖母就开始流浪 那等于说在我爸爸那边住一个月 然后后来就到我二叔那边住一个月 再到我三叔那边住一个月 再到我四叔那边住一个月 再回到我爸爸那边 所以这个看起来很可怜 因为他一个八十几岁的老人 就是因为大家都不肯承担 这个照养的责任 他就好像跟一个动物一样 好像大家都一个月 赶快完了以后就把他丢走 丢走就没事了 所以我看了这个经验以后 所以我一开始就赞成说 为什么这个亲情 这个维系非常重要 因为那是无可取代的 这是我本身的一个经验 我可以回应一下吗 我们家里自己四个兄弟姐妹 因为只要有人问我妈妈说 饶太太 你现在够这么大 因为我们有两男两女 我妈妈一定说我小儿子在台北三峡 我大儿子在台中 我小女儿在桃园 我大女儿在台南 我四海为家 我想要住哪里就住哪里 我妈妈反而把它当作是一个自由 我甚至在研究 怎么样让老人家 他已经后来行动不方便 怎么样可以从那个透天处 一楼有没有一种楼梯 有一种电梯 因为你家里不能再怎么改建 我们南部很流行透天处 我正在研究说我要去买一个 让他可以这样转转转到楼上去 因为他后来不到台南来 因为他说他上楼梯很困难 透天处卧房都放在二楼 所以正在研究的时候很不幸 真的是子欲养青不在 我还正在看 我说我要来买这个 不管多贵我都要买 我希望妈妈能够到南部来住 我妈妈就走了 就往生了 所以我觉得很遗憾 那我当然知道 刚刚听的结果 孝顺孝顺 顺着老人家就叫孝 对不对 可是有的时候 我们也会去分什么叫余孝 有的时候 有一些也是余孝 那我还是蛮认同的说 我们那一颗心 今之孝者是未能样 不敬何以别乎 今天所谓孝顺的孩子 是不是说拿钱出来养父母亲 给父母亲几万多少钱的 有没有 照顾他 我觉得这个不够 不敬没有那颗尊敬的心 其实何以别乎 跟动物是没有差别的 其实重点是你在那个心 形体上面 我觉得像我们刚刚讲的 具体是个美感 好多人认同 所以我想我们没有失去 那一份孝顺的心 也看老人家怎么诠释 如果这位长辈认为说 好像蛋来蛋去 有嘛 现在好多喔 坊间好多喔 我就要看他们当初是什么沟通的结果 因为一直照顾的那个人 压力一定也很大 你相不相信 所以也是有一个 大家来分担这样子 谢谢 不过可以感觉到 任何的家庭经营 都是不容易的 对 非常不容易 所以不管怎么样 多珍惜你的家庭 是 祝您家庭永远协和相处 再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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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的力 拜拜 拜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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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婆媳之间最大的问题 虽然说婆跟媳 但是我觉得最大的问题 是在于儿子 婆跟媳之间 如果没有儿子 来去做个协调的话 我觉得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我个人觉得 还是分开住比较好 今天其实我还是要讲一句 婆婆谢谢你 我还是会把你当成自己的妈妈 看待 我因为搬出去 而又再改变 谢谢 大家好 我今天来这边 我觉得收益不少 我的感觉还是住在一起 我有一句话 要跟大家一起跟我 你若是爱你的儿子 就不要伤害媳妇 做媳妇的 你若是爱你的老公 就不要伤害婆婆